由教宗方几个主吹的慈善足球赛事和平碑 星期三在意大利罗马上演 这次邀来了退出球场许久的大牌足球明星 如马拉多纳 罗纳 迪尼奥 托尼等人 让球迷大呼过瘾 不过不是冤家不拒头 冤家见面更是分外眼红 向来不咬闲的马拉多纳和贝隆在中场休息前 突然爆发口诀 马拉多纳从场上走到场下 一直对着贝隆匕首画脚 怒骂贝隆是白痴 工作人员赶紧劝说 才让两位球星息怒 事后记者问及此事 马拉多纳不愿置评 至于另外一位当事人贝隆 同样采取稀释宁人的做法 不愿多谈 马拉多纳和贝隆曾经有过师徒情分 不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结束后 传闻指贝隆带领球员逼供马拉多纳 进而被马拉多纳炮轰式叛徒 两人从此恩断义绝 不过面对教皇的慈善募捐邀约 马拉多纳还是欣然接受 与贝隆同场晋级的要求 这场比赛最后以4比3结束 而和平杯所筹集的善款将用作慈善用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